Hello 大家好 今集想跟大家說說一些比較簡單的詞語 因為很多朋友都問我 其實Algo Trading、量化交易、Quantitative Trading、Octo Trading 其實大家都好像有少少混淆 不知道大家中間的分別在哪裡 今天這一集就跟大家解釋一下 其實幾樣東西是有分別 但亦是有關聯的 首先我們經常聽到很多朋友說 我們現在開始做Program Trading 或者Algo Trading 其實這兩個字眼是一個很廣泛的概述 我們一般很多時候有一個交易策略 我們有一個Trading Idea之後 我們可能會用一個Printing 無論是什麼Programming Language 可能是C,可能是Python,可能是Java等等 我們將我們的Trading Idea 將它Program之後 我們就會得出一個程式交易的策略 即是我們這個策略 就已經可以在我們的電腦上面 就可以run 而幫我們去做很多東西 當然了中間可能是包括有些計算 有些可能是給我們一些訊號 都不出奇的 然後我們利用這個Program 其實我們就可以做很多的回測 和做很多的優化 所以我們可以做一個落單的指令 或者落單的決定 我們交易的時候 其實不一定是全自動或者電腦去做 也有可能是人手去做 舉個例來講 可能我有一個Trading Idea 就是用一個Moving Average 可能是5.21 我用這個5.21的Moving Average 我可能當5.21的時候 我就會出一個Buy Signal給自己 然後在Buy Signal出的時候 很可能我手動去入都不出奇 這個就是整個Program Trading 或者我們叫Algo Trading 整個Process就是這樣 很多朋友會和另一件事混淆 就是Quantitative Trading 我們經常聽 James Simmons做了一個Quantitative基金 外面有很多美國的 也做很多Quant的Analysis 很多Quant的什麼什麼 Quant的ETF等等 其實Quantitative是什麼 大家聽到這個字 量化也知道 可以想像到 其實和數學會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很多時候 其實在我們生產一個Trading Idea的時候 我們不一定是用技術 技術 當然技術是很普遍的其中一種 很多時候我們可能會用量化的東西 或者一些數字 甚至一些統計學的東西 去幫助我們做一個入市或者出市的決定 利用了數學模型或者統計學之後 當然中間也會牽涉到一個 Programming或者編程的過程 然後也得出了我們的交易策略 繼而去做一個交易 這件事我們就叫做Quantitative Trading 簡單點舉個例 就算我們拿一個簡單的Excel 我們可能在Excel裡面 下載了全香港所有股票的一日數據 然後我就有個決定 就是如果我的股票是開啟 是等於那天的Day Low 即是說我開市的價錢 已經在全日的股票最低位的時候 可能我就買入這隻股票 然後相反如果我開市的時候 股價已經是Day High 即是等於全日的高位 可能我就會沽這隻股票 當然有很多股票未必沽 可能我會選一些卵 或者是牛紅症 去封鎖這隻股票等等 這些其實簡單來說 就算我們只是把數據 放在Excel上面 然後我們寫一句很簡單 Excel的計算 去告訴我們 其實那隻股票究竟是應該買 還是沽 或者什麼都不做 其實這個簡單來說 我們已經是用了一些數學 去比較一些quantitative trading 一個很基礎的quantitative trading 好 繼而也有很多朋友問我 那Octo trading又是什麼 當然我們聽到Octo這個字 當然是全自動的 所以其實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整個過程 由我們的交易指令的產生 去到我們交易指令的傳遞 即是送到系統那裡 甚至去到交易指令 是真的執行的時候 都是全電腦自動幫我們做的 當然剛才我們說過的 program trading 或者quantitative trading 也可以是Octo trading 或者也有機會是manual trading 這樣解釋 希望大家明白多一點 另外還有一樣 大家很常聽到的 就是High Frequency trading 當然High Frequency這個字 究竟有幾高的頻率 這件事其實都很見人見智 當然在市場上面 有很多High Frequency 這件事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可能一秒鐘 甚至乎幾十個單都不等 當然了 如果我們人手去做這件事 比較難 通常在高頻交易的時候 我們入場的門檻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可能它對系統的要求比較高 一般可能會是一些 institution 或者是一些比較專業的投資者 才會做一個高頻的交易 講到這個程序化交易的時候 很多朋友也會有一個疑問 其實我怎樣才可以去 開始程序化交易 需要一些什麼條件 會不會很深奧 會不會也需要很專業 首先想說 其實很多年前開始的時候 當然程序化交易 可能不是一個很普及的事情 也需要一些比較專業的電腦 一些專業的知識 但是去到今天 其實都十幾年之後 發展了這個程序化交易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一般的散戶都可以做到 就好像我剛剛這樣說 甚至我們簡單的一個Excel 我們有很多很簡單的工具 都可以幫到我們 去做一個程序化交易 我們需要的東西有什麼呢 首先第一件事 當然我們需要一個交易的模型 或者是我們本身自己 有一些量化的分析 然後我們當然 需要對這個金融市場 或者我們投資有一定的知識 因為就算我們 是由一些technical analysis 也好 有些數學的模型也好 我們擺在金融市場上面的時候 很多時候是需要留意 我們交易有很多的陷阱在中間 等於我們很多時候讀了Economy 很多時候會說我們的 供應和需求 但很多時候的供應和需求 未必是一個完美的情況 正等於在我們金融市場裡面 很多理論上的事情 是應該會這樣發生 但是在金融市場上面 不能夠預測的情況 正正是因為 它未必會像我們的理論一樣去行 所以市場上面的經驗 導致我們贏錢 或者輸錢 是一個很重要的其中一課 當然我都建議大家 在學Algo Trading的同時 亦都需要大家增進一下自己的金融方面的知識 令到我們的勝算會更加高 第三例就是 其實我們當然也需要一些 programming或者編程的知識 在今時今日 當然你說我完全不懂programming 也不是一個很大的show stop 但是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如果自己有些trading ID 我們自己會想試 我自己也會有時間 也會想編少少情 來試一下自己的trading ID 究竟是否合作的 其實在現在的trading 裡面 其實很多programming已經不太複雜 有很多其實已經很像英文 你開始的時候 可以先找這些easy language 到你可能覺得慢慢這些easy language 未必滿足到你的時候 可能再去學一些比較深的 比如說C C++ Java這些語言 再去幫助自己更加容易簡單地 滿足到你自己想做的一些策略 除此之外 在性格上 我自己覺得比較需要的一些條件 就是做Algo Trading的時候 可能我們更加需要 是很喜歡去解決問題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整個Algo Trading的核心 就是我們可能有一個問題 在一個腦裡 比如說剛剛我說的 五穿一一的moving average 究竟是否合作的 放在這個金融市場裡 而我們就有個problem solving的一個心態 去看看究竟這東西是否合作的 第二樣很需要的一個性格 或者特質 就是我們做Algo的時候 要不停地去否定自己 這樣說好像有點人格分裂 但其實這個為什麼是必要的 就是很多朋友都會跌入一個限制 可能我們想了一個想法的時候 我們偏向會覺得 我們自己的交易想法會合作 但如果這樣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就會有一個偏差 所以我們反而反過來 在做Algo的時候 就不停會質疑自己 或者質疑條Algo 可能是否能夠做得更好 或者是否在某些市況的時候 我們是需要去改善 甚至乎需要放棄它等等 希望大家也很簡單理解到 剛剛我所說的 Algo trading Quantitative trading Octo trading 以及High Frequency trading 分別在哪裏 也知道自己是否合作 做Algo trading 以及如何開始做 Algo trading的投資 然後就和大家看看 我們那個貿易交易賬戶 最近這兩個星期的情況是怎樣 大家可以看看我們那個 盈利走勢圖 我們由11月22日開始 其實是慢慢穩步向上 這兩個星期其實都是賺到錢的 不過賺的幅度可能會小一點 原因會再和大家解釋 看看幾條策略 其實HG 其實都是賺錢的 這兩個星期 分別有兩個信號 一個賺千多元 一個賺幾百元 VP 這兩個星期就一般 因為VP的趨勢策略 等一下會給大家看 其實這兩個星期的趨勢 都是沒什麼的 另外ST2.0 就會做得比VP好一點 原因是ST2.0 它區間會比較短一點 它的開瘡平瘡會快一點 所以其實在一些沒什麼趨勢的市房裡 其實它也不是做得太差的 另外就是MC6 MC之前在一些有趨勢的市房裡 好像在11月中 其實它是一般的 但這兩個星期因為沒什麼趨勢 它相對來說做得好一點 但是整體來說 這兩個星期因為市房沒有什麼波幅 跟大家看看 就是其實在11月21至11月25 大家可以看圖 就是其實11月21還是大跌 然後大升 所以其實VP賺到多少錢 但21日開始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中間其實市房 晚上收市之後 到第二天開始 其實那個階段都很大 但是階段結束之後 其實那個上落不是那麼多 又或者是早上10點之前 已經走完整天的趨勢了 去到26日 我們其實看看情況 都是差不多 去到30日 更誇張 中間其實是一個很大的Gap up 然後就一直橫行 去到12月1日開始 其實大家都是看到 除了3日那天 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向下趨勢之外 之外 另外那3日其實都是沒有什麼走勢的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沒有走勢 有兩個事情會發生的 第一個就可能是沒有信號會出現 這個其實有時候是好事 第二個就是可能 它會在中間有少量的波幅 因為其實它有少波幅的時候 我們的策略裡面 可能是會有一些 是關於它的交易量的比例 可能如果當它突然間是有個量增加的時候 其實都會導致可能有信號出來 但是那些信號因為它始終在我們沒有那個 價格沒有上下不幅不大的時候 賺錢是相對來說比較難的 其實Force年底其實都是會這樣的 因為每年年底近聖誕 近新年 也是交投量會靜一點 也是沒有什麼趨勢的 這些情況其實我們有時候會選擇 是可能暫時不做都不出奇的 今集就到這裡 大家記得Like和Subscribe 和Share給朋友 如果你有問題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 又或者有什麼特別的題目 關於Ergo Trading想聽的話 可以在下面告訴我 我會盡量準備多些給大家知道 接下來12月19日都有我的分享會 大家如果想面對面和我多些交流 或者有問題想問的話 記得報名